你会发现在这一周差不多 从欧美到亚洲 我们各国的疫情新闻进入了 新冠疫苗开始注射 以及很多国家政府设定了 群体都已经可以进入 就是有抗体免疫阶段的 那个月份或日期 像香港今天也开始 那么接受新冠疫苗的接种预约 到下午四点钟为止 有超过七万人已经预约完成 香港因为踊跃的要预约接种疫苗 所以它的网站塞车系统当机 甚至出包 让大概200个优先人群 那么100个一般市民 会比原定正式开打日期 要提前三天 预约的第一天就可以打到疫苗 香港用的疫苗 是北京科兴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 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周一已经带着港普的官员 带头施打为疫苗背书 香港终于加入新冠疫苗施打行列 23号凌晨开启线上预约 点进网站首先标明这批疫苗 来自北京科兴生物 需接种两剂间隔28天 但才进入填资料 系统就卡住了 点击开始预约之后 网站显示要等 换另一部电脑尝试登入 就显示要等近一个钟 不仅网站塞车还一度当机 截至下午四点 未来两周接种预约 全额满共7万人完成预约 系统甚至出错 意外让大约200位优先接种人群 110位一般市民 在预约首日打到疫苗 网站出包 香港疫苗接种计划提前了三天 不过比这些接种者 更早时打到疫苗的是港府官员们 22号下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率领各司局长到铜螺湾 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疫苗 全港第一针科兴疫苗 打在林郑月娥的左手臂 接着护理人员递上一张 接种证明林郑月娥起身按流程 走到休息室留关30分钟后 接受访问 林郑月娥带头打疫苗 为北京中央送来的科兴疫苗 背书现场媒体更紧盯 那位官员没到场接种 结果发现财政司司长 陈茂坡和金发局局长邱腾华 都缺席了 事后两人才表示是因证物耽搁 下周会找时间补上 由于先前科兴疫苗 在香港审批时争议不断 去年12月初港府就下定 但今年1月底还没收到临床数据 直到大陆通过上市后 港府跟进 火速在新春后宣布开打 19号100万剂疫苗就抵港 比香港更早获准 紧急使用的德国生技BioNTech疫苗更快 因为那些疫苗最担心就是 它可能令到你 可能有少少作呕 或者是想呕 如果你本身的年纪是很大 中个风吞烟吞口水都有困难 那我们担心是会导致一个吸入性的肺炎 医生建议85岁以上有吞烟困难长者 还有孕妇不要接种 而另一款德国生技BioNTech疫苗 预计100万剂25号送到 最快3月开打 为了让市民有疫苗选择权 港府会另开24个接种点 至于选择另一款大陆国药集团疫苗 比香港先开打的澳门 22号起进入一般市民接种阶段 目前预约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 而先前已施打完毕的3700名 优先人群只有少数人出现副作用 澳门政府称副作用比例症状都很轻微 无需担心 接下来还会有40万剂国药疫苗送抵 港澳寄望借由疫苗施打早日达成通关目标 TBBS新闻综合报道